歡迎回到57股市同學會 昨天晚上全市場都在等一個數據 美國的四月份CPI 原本預估是大概在8.1%左右 結果數據一開始講 怎麼是8.3% 大家整體市場涌現了失望性的賣壓 昨天台子旗夜盤 一挑這訊息之後 就直接90度的往下墜 美國股市開盤也難以倖免云 我們來看一下 大盤果然最美股跌 台股 雅股都跟著跌 但台股怎麼是雅股當中最慘的呢 今天下跌了389點 收在15616 萬6又掰掰了 成交量稍微量增 2583億元 好 當然負貢獻點數先來看 金融股重災期繼續的跌 富邦金 國泰金 踩到了防疫保單的雷 這到底要怎麼樣才有辦法來解決呢 真的是很難說啦 那這個呢 金融代工的龍頭台積電 也是有漲價的傳出來這個利多 但今天沒有辦法 對抗大盤整體的賣壓 收在505喔 可是正貢獻點數上面就妙了 都是一些之前跌很深的 而且是高價的IC設計 艾普好久沒看到他表演了 連續拉出幾根的紅K 今天供到漲停板 智欣做電源管理的IC 今天也漲停 這代表什麼樣的訊號呢 這些都是好幾百塊的高價股 不是普通人散戶可以買得起的 為什麼他們會動呢 然後問老師的看法 老師 那我們今天做兩張圖 一個是周K 一個是月線 我剛看了一下 在疫情以來 台北股市的周K 幾乎是沒有出現連續三天的 三個禮拜的周K 看來這個禮拜是會實現了啦 那從月K來觀察的話 疫情以來呢 指數有出現兩根的黑K 甚至三根的黑K 就是在這個時候 那時候別到8523點 可是出現三根黑K之後 月K 海北股市就一路談了 很有可能這個月 應該是會出現第三根的黑K 歷史的經驗有辦法複製嗎 就是說出現黑K 跌夠了 然後有機會呈現一個 向上反彈的行情 對 當然我們從K線形態 來做觀察的話 當然你可以發現 其實這個地方 大概這個地方的頸線 大概都跌破了 所以相對上來講 真的是蠻弱的 那當然假如說 你看的一個型態來做觀察 大概只剩在15 129這邊 那這個月線的部分 大概也是相同的一個狀況 那其實在要講大盤之前 觀察的指標之前 我跟大家報告 其實我們還原昨天的一個 美股的部分 其實美股的CPI 它是在昨天的晚上 8點半公布 對 公布嘛 其實你可以看到 美股那時候的盤貨電子盤 不管是NASDA 不管是盤貨電子盤 其實都是漲的 是漲的 對不對 漲完之後突然 那時候一度以為是利空出鏡 大家以為應該是會低於8.1 就是CPI的部分 結果一公布8.3 所以瞬間其實那些 不管NASDA 不管盤貨電子盤 突然間就90度墜矮下來 那等到真正公布 就公布完之後 真正開盤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看到 盤貨電子盤真的沒什麼跌 對 電子盤還看到還拉 一度翻紅 其實這四大指數當中 其實在開完盤之後的沒多久 其實大概盜貨電子盤應該開小紅吧 這不管是盜貨 NASDA 費一半 或者是羅素2000 標普500 其實在找盤的時候 其實都一度出現大漲 費一半的時候 最多也曾經漲過一帕多 其實我剛剛講的就是說 那之後當然經過盤中之後 整個就下來了對不對 其實你要先解釋這種現象 就是說這樣的現象代表什麼 假如真的8.3 當然它是不如市場的預期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8.5的時候 期貨是往下踹 這個沒有錯 這個沒有錯 可是為什麼它也可以拉起來 那我想應該是有一些人解讀 它畢竟比8.5來得少 就是三月份的CPI的部分 YOY 8.5 結果四月份的部分來講 雖然沒有8.1以下 可是至少它還是比它低一點點 所以大家那時候會覺得 搞不好其實 澎澎的高峰已經慢慢的 有到拐點的現象 當然不是就是說不是直接往下降 不過應該會慢慢的一個趨完 所以在早盤的時候 我相信美股才出現 這樣的一個走勢 可是因為現在投資人的信心 真的是非常的脆弱 就是說你真的拉不起來的時候 往往失望性的賣壓就會出來 所以整個昨天的美股 幾乎又出現了收最低的一個情形 我想大概是這樣子 那當然我們看下一頁的部分 那台股的部分來做觀察 當然今天來講一樣的 當你破底的時候 其實很容易出現 加重賣壓 因為停損的賣壓 其實你可以發現 只要破底幾乎都是長黑黑棒 那這個地方來講又破底 當然又出現長黑黑棒的走勢 那今天的量能來講 當然有些微的一個放大的走勢 那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就是說當然現在 不管是融資追繳的壓力來講 當然也慢慢會浮現出來 我相信今天融資的部分 應該自我了斷的 其實應該是滿多的 那當然外資的部分 應該也賣超不少 那剛剛所提到的 CPI雖然不如預期 可是它還是畢竟從高峰下滑 當然我們是說 這個大盤馬上會飛轉 可是從CPI的角度來看 確實說真的也沒這麼這麼的差 就是說至少來講 還是有一些的正面 那拜登的部分來講 有可能會對大陸 問了解決通膨問題 對 沒錯 好 那其實在這當中 比較吊詭的一件事 其實你可以看到 我也想問你這個 FACE的部分來講 其實它這一波的FACE 大概在35 波段的高點 可是其實今天縮盤的FACE 它是小跌的 公債殖利的部分來講的話 其實最高我也跟大家講過 其實是3.2% 其實最近來講 以現在大概跌破3%了 大概2.95%附近 所以你說假如真的 這麼的鷹派的狀況之下 其實或者是這麼的 恐慌的狀況之下 其實理論上FACE應該要漲吧 對不對 那10年期公債殖利 應該也是要標高 所以這個我覺得 有一些吊詭的一個情形 就是說是不是真的如盤面上 所看到的這麼的悲觀 當然我一直強調 我不是說會飛轉 而是說是不是這麼的悲觀 剛好 另外的 大盤能不能止跌的部分 你必須要觀察電子股 其實因為整個 整個波段的一個下跌 其實一開始大概就是 以電子股為主 高科技股修正的P值 PE的部分 然後之後慢慢的傳產 金融開始下來 所以純層的整個下跌的一個模式 大概是這樣 所以最先跌的電子股 這個地方來講 它必須開始觸底反彈 假如沒有辦法 這個大盤當然它的風險還是有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指標的部分 當然就是晶圓代工 IC設計 另外的航運股的部分 因為我們等一下會就類股的指數 來跟大家講 跟獲利表現的部分來講 也必須要領軍 其實最近雖然指數不好 可是有一些真的公布上一季的 季棒好的 其實有些股票真的有在漲 所以我覺得假如這一塊能慢慢的多 那我相信大家的信心 落地觀察是什麼呢 美元指數的部分跟新台幣 新台幣當然現在又扁了一小多 那你就不要一直扁 那美元指數也不要一直升 那BIS跟公債職業的部分 那股價對於利多 跟利空的一個消息的一個反應 也就是說 在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假如利多會帶動的股票上漲 的一個加速越來越多 我想對於整個人心 相對上來講 是比較有幫助的 好 蔡老師看到了幾個重點 你竟然說現在市場的恐慌氣氛 信心很脆弱 但是兩個觀察 一個是美元指數回跌 恐慌指數也是跌 加上這個是聖務役聯邦 準備銀行的總裁布拉德 介紹一下他 他就是裡面最陰的那個人 他講說四月通膨過熱 可是預期沒有差很遠 六月升兩碼OK 很好 不會升其三碼 連這個陰王都釋出了 比較鴿派的訊息 是不是代表說 大家有一點點 真的是自己嚇自己呢 那我們來看一下 幾個指標的數據 從K線來觀察 搭配美股來看的話 教練老師會怎麼樣 一個新的解讀 給大家做個參考 對 沒錯 你可以看到 其實你可以看到 當然道琼 NASDA的部分 標普500 廢半的一個指數 其實都破底 你可以看到 在今天來講 真的都出現了破底的一個總值 對 可是你看到 剛剛所提到 恐慌性指數來講的話 其實說真的 並沒有大漲 那十年期公債 直率的部分來講 其實它也是呈現 下跌的一個情形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當然 股票市場當中所寫是出來的 其實是真的很恐怖 可是從這些指標來搭配的話 其實似乎好像 真的不需要這麼的悲觀 當然講這個 不是叫大家持股滿檔 而是說其實你還是要控制好 你自己的低持股的一個比重 那只是說 你就觀察一下 除非這兩塊 或其他的美元指數 出現惡化的一個情形 不然的話 這個地方來講 其實只要你控制好持股比重 我相信 軟線上來講 應該是不用太過於去擔心的 好 現在看起來選股的邏輯 又讓投證站在十字路口了 如果說這一波以來 你選的是跟播客下 這個總裁巴菲特一樣的路的話 你可能受傷會比較不會那麼嚴重 但如果是選的是一些 新創核科技股的話 這一波的修正壓力 可能會滿大的 從這個時間點開始 畢竟股市已經不再是 過去的大多頭時代了 所以老師 我們選股的方法跟方向 是不是真的要做一點調整 對 沒錯 我想這個是媒體寫的 你可以看到 最近這三年以來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其實在那時候 尤其在2021年的時候 當舞的 就女股神 木頭姐 她的一個獲利的部分來講 超過200%以上的時候 其實大家那時候都歌功聰的 對不對 你覺得多厲害 賣她的股票 對… 她有可能下 就明年再之後 好像都會是股神 那那時候的巴菲特來講的話 其實說真的被嘲笑 都不買 對不對 金融海嘯完 不是金融海嘯了 就疫情完之後 你還不買股票 你那麼多現金幹嘛 對 所以我覺得 有時候很多人 就是以成敗論英雄 在這當下的時候 大家非常瞧不起巴菲特 對不對 都看好她 結果經過了這一段時間之後 其實你可以看到 在女股神的部分來講 其實目前 最近這三年 你可以看到 幾乎來到了 -18.3 -18.3%的一個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吧 對不對 另外的 波克夏的部分來講 其實從這個地方 大概波段漲幅32% 可是從三年以來 大概也漲了40% 所以你看這個差距多大 對 其實非常的一個大 所以 其實這個是要告訴大家 就是說 你在操作真的 本一筆非常高的股票的時候 或者是竹孟的股票的時候 其實你還是要踏死 就是說 有一些真的沒有獲利的 沒有EPS的 假如真的股價漲很多的時候 好 其實你也要適時的 去做減碼的一個動作的 好 好 那我們昨天看到 現在台北股市當中 如果說各產業來論的話 因為我們昨天是從這個 台積電的 要來漲價的一個訊息來看 對不對 看起來說說整體而言 晶雲代工跟艾斯特技能 是台灣產業當中 競爭力比較大的一塊 可是說真的 最近看到這個 各大指數 好像都覺得 連對基本面都沒有辦法 提起太多的信心 對 沒錯 我們 因為有些人他會覺得就是說 我從跟大盤類股來講 跟大盤的相對強弱勢來做比較 或者個股的部分 來跟大盤的相對強弱勢來做比較 因為有些人 他的選股的邏輯 他是這樣子 我跟大家報告 我們先從類股的部分來做觀察 指數的部分 其實在今天是破底 這一波段是破底 那數話就不用講了 破底 對不對 破底 所以你也就不用講了 對不對 所以你選擇的部分 這些假如以類股來講 其實這些你都要剔除掉了 對 剔除掉 鋼鐵股的部分也是一樣 也是破底 對不對 那金融的部分來講也是破底 就是還是繼續破 就是說今天的K棒 其實說真的也都滿大根的 好 那主底的有誰 電子股至少 我們不要說他一定會主底成功 可是他至少在今天來講 他是沒有破底的 那半導體的部分來講的話 雖然也岌岌可危 我們不一定說 他一定會主底成功 可是他一定是一個指標 因為畢竟沒有破底 另外的航運的部分也是相同 對不對 航運的 當然今天航空股有補跌 可是我的意思說 至少假如說我們就類股來看 其實他們相對上來講 在這兩三天的一個表現 其實他是比大盤強 因為大盤破底 他們是沒有破底 所以我覺得可以從這些的類股 來進行所謂的一個搜尋的 好 從大盤的位階比較的話 趙老師點出來了 電子半導體航運 看起來有稍微主底的可能性 畢竟現階段大盤破底 他是沒有破底的 那為什麼會不會來自於 就是昨天講到的 基本面比較強勁 對 沒錯 我想目前來講 因為電子股這一波很多的股票 真的跌滿深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不管計真的部分來講 預估第二季都還是會計真好 那我們看下一頁的一個部分 好 其實你來看一下 IC設計類股的一個族群 因為我跟大家報告 其實這個地方 剛剛有提到半導體這一塊 我們舉例幾檔股票 你比如說像 8081的自新好了 好 今天平地一升 對 你看一下 大家去找 找股票 假如說你喜歡用相對強弱勢的表現 來篩選股票的話 大家有沒有發現 大盤今天破底 對 自新的股價在什麼時候見低一點 其實在一個多厲害 對不對 好 那你來看一下 其實強勢的大概 你比如說像6531的 愛普 對 愛普你看一下 愛普什麼時候 今天也大漲 今天也漲漲 你看它的低點在哪裡 在之前 之前也見到了 所謂的低點的一個部分 你看一下3661的 世新KY的部分 已經連續強三年了 對不對 也是一樣 相對 低點都在這邊 你看一下3443的 所謂的一個創意的一個部分 這個更厲害了 對不對 這個也是一樣 就是說 其實有一些的電子股的部分 你比如說像2379的一個 瑞育的部分 也是一樣 2379的一個瑞育 來看一下 對 你看 低點是不是也在這邊 就是說我們講 三年上午的次元好了 其實也是一樣 當然它也沒有破底 也沒有破底 只是說它的位階相對上來講 是比較高一些線 所以我覺得 從這一部分來講的話 其實你可以去篩選 我們看下一頁的部分 是不是說它現在的位階 就是說它的 應該右腳比左腳還要高 對 沒錯 對不對 對 因為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其實有些人是這樣選鼓 就是說你從大盤 我們再打一下大盤 你這樣看你才會覺得 非常有感覺 對 有感覺 你看一下大盤的部分 大盤是這樣 對不對 那它們有些股票就在這個地方 它就止住了 止住了 就不跌了 對不對 那止住不跌之後 你看大盤這個地方的破底 反而它們是在整理完之後 剛剛所提到 明明有上2379的瑞育 也是一樣 2379再看一下 因為其實它的 它的第一 你看有沒有 就是這樣 然後整理起來 你說最近再跌好了 其實它也沒有破底 其實投信 最近來講買差也不少 第一季的EPS 其實非常的好 跟去年同期比較 5.98跳升到10.15 所以我覺得 這一些的IC設計類股 假如這個大盤 我個人認為 假如這個大盤真的要走穩 真的要震盪主體 甚至於反攻 我相信這些的股票 應該會是明爭的 老師知道這些個股 好像真的都是右腳 比左腳還要高的 就是形態看起來 大盤破底 大概沒破底 相對抗跌 有一支創意已經領先的 華麗V轉了 它也是第一季營收 四月營收創高的 可能這些個股 有可能會複製 創意這樣的型態 展望不錯的 型態比較強的 大家可以來做留意囉 若順對操作這些 比大盤型態還要強的個股 重點是基本面好 Q1好 Q2也不錯的相關標題 有任何問題的話 可以上個畫面上面 我們趙藝老師的大頭娃娃 跟他再加一個Line 半個吃骨問題 跟老師來請教跟討論囉 老師有空 對跟大家來做分享跟解析 MING PAO CANADA